好,就是現在有手機啦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手機就來當做這個遙控器 那因為它是吃Wi-Fi的 就是吃無線網路 那吃無線網路的話呢 只要你的教室無線網路收訊是OK的 那其實你用這個來弄它非常的順 你從教室頭走到教室尾都沒有問題 我們這樣講 這個無線網路如果說沒有經過牆壁的話 它可以到兩三百公尺的距離 也就是說我在這邊放一個小基地台 就一般家用基地台 然後你到操場的最尾端都還收得到 如果隔一個牆壁它就比較弱一半 大概就是弱一半 所以它是用Wi-Fi的方式來處理的 所以基本上你的班級如果Wi-Fi還送去還不錯 它就會很好用 它就會很好用 但是有一個前提 它要在區網裡面 就是要在同一個Louter底下 同一個App底下 比如說你的手機要連到你的這台電腦 那他們兩個一定要 就是從那個同一個Louter底下分出來 同一個無線記憶台底下分出來的 同一個區段的網路 那所以如果你要在學校 你要在學校用的話 我建議最簡單就是你們學校所有的無線 通通不要用分享的方式 通通用那個Switch Hub的方式 全部線全部的網路線都插在那個那個LAN端 來的線不要插Wave端插電端 那它就會在同一個 然後你要把那個分配IP的工門關掉 那這樣子它就會經由無線的方式去抓 叫網的DHCP讓它分配IP 那所有大家都會是10點100點多少 那就會都是同一個區段 那所以只要這種情況下 你校園任何一處 只要收得到無線 你手機上網之後收得到無線 你都可以遙控那台電腦 你取到任何一台電腦 也都是在同一個區網 那如果你在家裡 你就是小烏龜進來之後 你就會裝一個無線基地台 那你就把你家的所有的電腦都 線都插到那個無線基地台的後面 那這樣子就會用同一個區段 那或者說你的所有的Notebook 就是抓那一台無線的訊號 這樣也會是同一個區段 那同一個區段的話就會很好用 那所以你的電腦端 一樣要下載喔 一樣要下載這個 UNIFIED Remote 我們來下載一下 你直接在這個 UNIFIED Remote的官網點進來 點進來 點進來直接下載它的電腦端的層次 然後你的手機端也是要 也要裝那個APP 這是電腦端的 直接download 最後一個版本 它就會下載回來 那這個等一下就要把它裝起來 然後另外呢 你的那個手機端 手機端也要裝這一個 這支APP 就這一支 這個有一個要錢 要錢的功能比較多 我們裝免費的就夠用 所以你一樣把這個裝起來 在你的手機的那個 應用程式商店把它裝起來 好 所以這兩支都裝 就可以用了 好 好 那電腦端的我們來裝一下 你們下載好了 我的電腦反應都比較慢 好 就把它裝起來 我同意 下一步 下一步 先不管它 不行再說 通通下一步 剛剛這裡桌面的按鈕 如果有需要的話 把它勾起來 下一步 安裝 好 那裝了之後呢 它會 這個程式會常駐在電腦裡面 把電腦當作一個伺服器 它會等待接收 等待接收 它裝在這邊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小設定 等一下我們要看一下 好 電腦端 好 電腦端呢 一樣 就是 好 電腦端呢 好 電腦端你一樣要把它 unified remote 把它裝出來 好 裝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執行 執行之後 這是電腦端的 好 然後它因為它還沒找到電腦 所以它會先說執行失敗這樣 好 那那個 電腦端的裝好之後 先把它按完成 然後把它叫出來 好 電腦端的先叫出來 好 已經在這邊了 好 就把它打開 Manager管理 好 是誰連接過來 是我自己嗎 好 哈哈 真的很討厭 好 欸 它的設定的畫面在哪 怎麼會是這裡 它現在用網頁的方式 好 它這邊有一個設定 那通常呢 它就是 我們打開之後 就是 讓它 如果你常常要用 就讓它自動啟動 當你的Windows開機的時候 就讓它自動啟動 這個地方是要設定的 那其他的 其他的要在手機端設定 那我們免費的都是用基本 基本的 這個黑色是基本的 好 好 這個地方就先 所以它就是 裝好之後 它會有一個 就常駐在這邊 常駐在這邊 那你手機端要做什麼 手機端第一個 你要去選 你的 要連接到哪一台電腦 所以 這個地方點一下 這裡選項 這裡 這裡點一下 這是手機端 然後這裡 server 就是你要去找你的電腦在哪裡 你要去點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的區域網底下 有安裝這個 Unified Remote的電腦 它都會出現在這邊 那你要知道你這一台是哪一台 那所以你去看一下你的電腦的名稱 你這台電腦名稱叫做T01 有沒有 T01 那或者是 T01 或者是你直接看這一台電腦的IP 網路是不是這一個 那如果是的話 我要跟它連接 我就點它 然後這裡確定 就是綠色的圈圈要圈在T01上面 這樣子它就會去找到這個伺服器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Remote 這樣子就可以用了 它就變綠色 有沒有 剛剛是紅色 那變綠色之後 就表示它有連接了 已經連線了 連線的話 再來就簡單了 就是 好 再來這個Basic Input 就是基本的輸出輸入 你把它點一下之後 這個畫面 好 各位現在看不到畫面 但是 我現在拿的是手機喔各位 我現在拿的是手機 你看看你的電腦有沒有 我的手在動 看到嗎 我手就是滑鼠喔 所以我要啟動什麼東西 我就直接跟滑鼠一樣 跟那個觸控板一樣的操作方式 有沒有 這個是剪畫面的軟體 然後那個 比如說我開個M-block 有沒有 都一樣可以執行 所以你可以在教室裡面走動 所以你的手機上面有你的內容 手機 手機的畫面就是長這樣 就是剛剛那個畫面 那種畫面 沒有就是一個空白的畫面 然後裡面也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把它當滑鼠用 那你就手直接在這上面滑有沒有 那這就是一個觸控板 但是他沒辦法看 裡面沒有 所以這個是你在教室用阿 所以你會看著學生 看著單機 看著單機 還是要看你的觸控板 對 它只是變成一個觸控板 或遙控器 所以你就是在 你就可以離開你的電腦 在課堂間 尋怎麼操作你的電腦一邊講解 那請問那個電腦螢幕要面對著你 對不對 你要看電腦嗎 你要看這上面 你才知道你操作到哪兩個 好 好 這是基礎的用法 好 突然斷線了 好 好 我再連一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